小白 小白 我好开心哦 今天是我 在高发以来 第一次独立完成一个 这么这么大的任务 我也是 正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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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 走了 回去了 正 嗨 我有个秘密 要跟你分享哦 嗯 其实吧 我不是什么 琪花三部的组织 我就是一个 不服装装装的 小姐姐 嗯 秘密讲完了 拜拜 好 但是我还有个事情 我们的小白 她是我们新来的 不过还有个秘密 那杯茶 也太苦了 好 但小琴姐姐的指甲 倒是做得很好看 我还有 最后一个秘密 起来 起来 这是我们 年糕系统呢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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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琴姐姐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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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白 小白 我好开心哦 今天是我 在高发以来 第一次独立完成一个 这么这么大的任务 嗯 我也是 不过小白说真的 你进步也太大了 我记得你刚来公司的时候 连打印机是怎么用的 都不会 你怎么那么笨呢 你当时 但你现在居然能 独自提案 独自建客户 今天还完成了一个 这么大的商务会议 你好厉害 我给你鼓掌 嗯 你也是啊 嗯 这是咱们一起完成的任务 嗯 是我们两个都厉害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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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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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行 同意 啊 对了 我要跟你讲一个 我的小屁股 小的时候呀 老师就总说我是个闷葫芦 又不爱说话又不开朗 然后什么事情 我都不想真第一 好像拿到高发的提案 就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厉害的事情吧 但其实 人只要有梦想 他做什么都是厉害的 你看人家的鱼部长 哇 他当年那个摇滚乐队 在Live House 哇 你知道那个 多受欢迎吗 人山人海 哇 啊 思思姐也很厉害呀 思思姐年底薪就当了组长 长得还那么漂亮 难怪天人哥那么喜欢他 什么 这你都不知道 这点八卦你都不关心 太不行了啊 你看 我知道这么多秘密 我输了吗 我什么都没说呀 我是不是很厉害 那最可言了 不舍得不舍得不舍得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江梅 江梅 那 你知道我的秘密吗 肯定有很多秘密 但我现在还不知道 等我知道了再告诉你吧 我再说那么多话 不好意思了 怎么了